这是身为国民党的立法院傅昆奇 率领了有16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访中 有人说在此时此刻这是统战协力者吗 他访中宣称成果相当的丰硕 但是柯建平认为这是小丑团完全配合统战 当他认为傅昆奇当他认为 访问中国的此行成果相当丰硕的同时 也有人认为那完全无视 共机此时此刻依然是大批大批的绕台吗 一方面也被认为大踩国安红线 因为中国方面要求这些附中的国民党立法委员 应该要修国安无法 国安无法指的是什么 他们想要怎么修呢 有人认为中国玩两手策略 就实在是显而易见 一方面释出旅游的利多 一方面共机又持续绕台 当然是附中同时透过了修反渗透法 企图要弱化国安 而成果丰硕的同时呢 又看到中国要捐出所谓的组合屋 又要开放福建前往马祖旅游等等 到底这一趟傅昆奇的中国之行 当他跟王沪宁又闭门会议 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警戒在12点钟有将近4个小时不间断 到了傍晚5点钟到晚上11点多钟 在国际情势方面更是长达6小时 在直播线上的影片不间断开放的聊天室 谢谢所有观人朋友 在力挺我们第一次所进行的这个影片不间断 全面开放聊天室 看起来大家参与都非常的踊跃 昨天在短短到现在几个小时当中 这个影片已经突破了有12万 12万的一个点阅 那接着当然邀请这两位来宾 在今天中午12点钟直播同时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来升为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王定宇 两位都曾经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一位更是寻求连任成功高票当选的王定宇 怎么样看傅昆琦的此行 来来王定宇你先来好吗 傅昆琦到中国访问 这件事情其实很适合跟布林肯搭配来看 17个中国国民党籍的立委 在520前夕去中国 你在中国喊一中 是把台湾的主权虚无化 那换到什么呢 你拿主权去换芭蜡吗 还是拿主权去换欧蜡 他换到的是 原来中国 他放得现在也改动 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 随意的糟蹋我们的水果农 他现在说好文旦 又是让你局部恢复 然后让福建 中国福建省的人 可以到台湾所属的马祖观光旅游 坦白讲 就利益来论 换到这些东西 真的是他们还好意思 开记者会 那如果以实质上来讲 如果我拿个柚子的 再拿一个旅游券 跟小军你家换你家房子的房地器的名字 改成我的名字 没有人会答应的 主权就是我们国家的房地器 主权就是我们后代子孙最重要的东西 带着17名中国国民党立委跑去迎合 而且不知所谓何来 那如果我把架架构再拉大一点看 4月8号到10号 马银九到北京 然后这一趟是4月底 富坤其门17个立委到北京 然后呢 接下来5月16号江启臣跟马文君要帅团去太平岛 全部的动作都在520前夕 好像很甘愿着配合中国 在台湾民主选举政权交替之际 做出施压的动作 这些人都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 怎么甘愿去做这些事情 我在小军节目也提过 你是站在民主阵营 还是中国那个独裁政权那边 你是站在台湾的利益 还是站在中国的利益那边 其实看起来那个光谱很清楚 另外呢 这一次富坤其带队去 他向中国火力展现 中国国民党富坤其说了算 什么三个五个 我带17个来 每个委员会都有 所以他成为中国把手 伸进台湾国会的平台 这是最严重的 路透社前几天来访问我 我跟他讲说 almost几乎要成功 就是中国借由在台湾的代理人 把手伸进国会 影响国会预算的审查 立法的过程 这种在澳洲叫sharpower 瑞实力几乎快成功了 现在就看民众党的八个立委 还有国民党的其他的立委 甘不甘愿立法院成为把台湾锁进中国的平台 我坦白讲我是充满忧心 这个是富坤其带队去中国 那为什么要搭配布林肯 布林肯这次去中国 中国对他也没有什么礼遇 也没有红地毯 然后习近平跟他见面也没意没意 可是你看哦 两个人见面差别在哪里 布林肯跟王毅见面 布林肯跟习近平见面 三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 你们偷偷送军区武器给俄罗斯 我们有掌握 我不是要你说明的 我也不用你证明没有 你就是有 你再继续这样做 我们会处理你们的银行体系 据传闻在未来两三个礼拜 搞不好美国会对中国的银行 把它驱逐出去 swift货币交换联盟 这个对中国会很重大经济打击 第二个他讲什么 520前夕 你不要对台湾搞事 第三个你们介入美国总统大选 绝对不能农忍 布林肯去讲这些 傅昆奇们去讲一宗啦 两岸同胞啦 换个文旦啦 弄个马祖光光啦 然后呢还承接着中国统战部下辖的台气联 说要回来修国安无法 那一边边去中国 谁是站在国家利益 谁是站在个人利益 边边去中国 谁站在民主阵营 谁站在共产阵营 清清楚楚 可以说布林肯代表美国来到中国 把立场说清楚 可是身为台湾选出来的立委 到中国你可以选择优雅的 和缓的字 你也说两句说 希望中国不要老是用武力来威胁台湾 希望中共不要老是在灰色地带 胁迫台湾 希望中国不要动辄拿台湾的农产品 当做政治出气包 讲两句嘛 可傅昆奇他们这一群人 一句话都不敢讲 不敢传达出台湾被霸凌的事实 布林肯可以 傅昆奇们不行 所以作为民主国家选出来的名义代表 这17个国民党的立委到中国 到底帮台湾发了什么声 争取了什么东西 我是打大大的问号 那我坦白讲 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 台湾人民如果给傅昆奇们 选票 给他们力量 那付出代价会是我们跟后代子孙 但是也不要去嘲笑台湾人民 我快看了一下选票 台湾的区域立委这次选举 其实区域立委民进党的票 比国民党多 是 不分区立委 498万票 民进党也比国民党多 那只能说我们在某些区域 没有选好 导致国民党习次比我们多了一席 那只因为国民党多了一席 只因为民众党巴西不作为不投票 现在国家正在往逆流 不是停滞不前 正在往逆流走 然后这一群迎合中共的手 把中国对台的势力用到国会来 这个是浪家忧心 所以现在有个新名词叫做内统 也不是五统 也不是合统 是从台湾内部给你搞统 叫做内统 那最近的选举是2026 如果台湾的民意在2026年前 没有呈现出来的话 这一股逆流可能会让我们 付出惨动的代价 来 博位怎么看 傅宽奇自称他死刑中国之行 成果相当的丰硕 丰硕 丰硕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几件 几个比较大的谈话重点 第一个是他 言必称中华民族 这个中华民族 一直都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你今天讲中华民族 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可能 就叫做不敢讲中华民国 就是当时马英九去到中国的时候 二度马席会 然后呢 不知道是很有勇气 还是很没有种的 讲两岸 我们中华民国 或我们中华民族 那这个中华民族在政治语言上面 他是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台湾人如果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忍多数 是因为小时候被课本 国立编译馆洗脑洗坏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非常近代才有的 不然的话中华民族创国的时候 为什么是武色旗 武色旗是什么意思 叫汉满蒙回帐 武族啊 武族共和 那中华民族是哪里来的 中华民族根本不在这武族里面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汉潮 汉潮强的时候就叫汉人 唐潮强的时候就叫唐人 所以现在中国很强 他们自称叫共人 没有啦没有人这样子讲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名词 所以在政治语言 两岸在九二共识之后 国民党新论述 或者是复根起个人的论述 其实是没有论述 我不确定算不算 这个是一个论述 叫做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但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有没有为他的这个此行带来更尊荣 尊绝的待遇 或是争取到更多的红利 好来让台湾这个支持 国民党的民众开开心 然后那个这个可以说说嘴 可是看来没有 除了部分的农产品开放 然后组合屋 组合屋待会我们另外特别讲 但是有个东西 叫做马祖福建省现在开放 可以去马祖玩 福建省开放去马祖玩 然后要换我们全台湾人 可以去这个开放中国的团 这个叫什么 团 团 他只开放福建的来马祖玩 去要台湾开放我们全部的台湾人 可以去中国玩 那个是外汇上很明显的逆差 这个如果是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去谈判 谈出这个结果来 傅坤起来你讲 会在这里被我打屁股 谈的这个就不是成果嘛 怎么会 怎么会开开心心的回来跟大家 大摇大摆的说 他们争取了什么东西 两岸迎来春暖花开 没有啊 这个就连两个正常的国家都不要说什么 你卖台啊 浪力啊 都不用 两个正常国家 谈出这种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个 他们的一个省份 然后去到我们的一个马祖 然后来换全台湾对中国的好感 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旅游 这我认为是相当不对等的啊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个是他们值得说嘴的事情 最后讲组合屋 其实啊 他在我们台湾在组合屋的使用上 不管是921地震 然后10年后的88风灾 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刚好遇到88风灾 然后我也去过这个有使用到的特定地点 那总之呢 台湾对于组合屋是使用有使用经验 跟这个有这个赛后记录赛后检讨 就问那些居民说你住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多数的人还是会回答说 如果有正常的房子住 不一定要用组合屋 原因是因为他在社会 就你出入这个组合屋的那一区 你就被人家自动定义成灾民嘛 然后还有水电啊还有社会感受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地方可以住 多数的这个灾民不会选择组合屋 可是这一次很奇怪 花蓮地震一发生当下 县府官员就开始问大家 你们要住组合屋还是住饭店 住组合屋还是住饭店 然后呢因为中央政府啊 其实已经有那个经验了嘛 所以有提出三个政策 也不是说政策帮助 第一个是每户应该是1.4万的租金 一个月 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你要住饭店的话 最高可以到4.4万 务求让所有的灾民都能够住在原本的房子里面 当然他们会没地方住才会是灾民嘛 我们说的原本的房子是指 你可以在外面租 这个政府已经 中央政府已经帮忙每一盒 几千人了 那另外呢也有饭店 等于是那个政府帮你付房费 直到复原 所以他们是在这个 中央政府在这些东西上是有铺牌的 你这个时候搞一个组合屋出来 你不是说要开放观光吗 你不是要路客大量的来花莲采买吗 你不是要大量的拯救观光住宿的这个业者吗 人捏 换到福建去马祖 人不来 空房就再多了 你要搬组合屋这些空房进来 你不是要搞笑吗 所以福昆齐这一趟 其实面子跟理子都失了 唯一赢的就只有他的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 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搞笑 你刚才讲那个数据 让他听清楚 第一个从观光来讲 为什么福昆齐这去谈的 我们台义会讲的 我不要讲这么粗鲁 真的黑脸换鸡腿 烙气啦 你知道吗 他换我们台湾去中国观光 台湾其实本来没有禁止去中国观光 团客啦 自由行没有问题 我们个人可以去 我们从去年开放去中国观光 可是中国从来不开放他们观光客来 如果去中国观光的旅游业者需要帮忙 难道在台湾靠中国观光客的一条龙的业者 也不需要帮忙吗 你知道逆差多少钱 800亿台币 800亿 我们的800亿拿去中国花 然后他不放他们过来 所以我觉得旅游就回到旅游 旅游就是平等互惠 我们到日本 已经是全球在日本采购第一名了 台湾人闷了三年 现在出去旅游采购能力 世界第一 日本有没有禁止他们的团客来台湾 没有 我们也没有禁止我们的团客去日本 公平 平等 互惠 消费的自己选择 可是中国是禁止中国人来台湾观光 却要求台湾要开放 所有的团客去中国观光 实际上有什么得力 中国得力都是你们家在讲的 第二个组合物更好玩 傅昆奇跑去中国弄了那么大阵仗 去要了组合物来台湾 你不要笑话人在嘴 你知道 第一个如果真的要组合物 我们组合物我们不会做吗 不是不会做 我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吗 实际的总部在哪里 实际的总部在花莲啊 实际的四兄姐 组合物多了 何况现在 这一次的花莲地震的范围 跟921不一样 灾民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内政部已经 匡了14亿新台币 叫做多元安置方案 你要去租一边的房子来住 每个月补住1万8 现在已经有552户 一户算两个人 这样就1000多个人了嘛 然后另外呢 跟伯伟讲得好 现在你因为地震 路断去没人敢去那摔倒 那原来花莲 东部其实靠观光为主 我的民宿 我的饭店是靠观光客来 地震了 观光客不能进来了 那我干嘛要搭组合物 我辅导这些需要有居住 书需求的人 去住饭店 去住民宿 这样忘了减洗口 我又解决灾民的住宿问题 又解决了这些民宿业者 空房率过高的问题 第一要幫助你花蓮 然後你們花蓮的人也說 他們要安排租屋補貼 就跑出一個地方的花蓮網 說不行 我就是要組合屋 就是他這一趟跑去中國 還真的要了中國組合屋 中國給他的組合屋是方艙啦 你去要那個來台灣幹嘛 所以處處營造幫中共擦脂抹粉 掩護中共好像很善意 我不懂你到底是台灣選出來的 花蓮選出來的還是北京選出來的 然後最後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立法院民進黨不是多數 所以傅崑勤弄了一個 災後的條例 150億台幣 就要喊到300 對 他在中國喊到300嘛 300億 加碼到300億元 地震大家都不期望發生 發生地震 震災第一時間像林又昌下去 就帶3億 像現在又匡了14億 該協助的 我們不會像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高雄氣爆一毛不給 該給都給了 就現在利用 國民黨現在證明一件事情 我比你民進黨多一息 我什麼都敢做 他就敢提一個條例 特別預算的條例 要叫中央政府給他150億 300億 然後同一個傅崑崎蓋個章 又提案要刪除特別預算的法源基礎 貴是你 先也是你 黑白開錢也是你 那我們在台南可不可以提一個 台南條例給我個500億好了 我們提的他不讓你過 所以現在立法院呈現的態勢是 既不講道理也不講法治 全部只聽傅崑崎的 連黃國昌手插在那邊 不參與表決等於掩護過關 我是覺得很難過了 你稍微有理智都知道 沒有人用這種條例的 用立法權去干涉行政權 叫你撥多少錢 那錢誰的 錢是台灣老百姓繳的稅金 還有傅崑崎跟他老婆兩個 輪流當縣長輪流當立委 你給他150你給他300億 他花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要救花蓮還是花蓮人 花蓮人還要縱容這樣的花蓮王 可以自己去思考 但是目前我們在台灣 遇到的局勢真的就是 整個國民黨只不過多了一席 搭配其他政黨 在立法院裡面 為非什麼做什麼都敢做 這個是國人要去思考 這個憤怒點到底要什麼時候才爆開來 我已經聽到很多民間團體說 他們想要做什麼 他們覺得該做些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 他們看不下去了 當那個憤怒一直累積到 大家都看不下去 覺得都應該做些事情的時候 那台灣社會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國會 會爆發衝突 我的判斷 一年內搞不好就會爆發 或者我們期待國民黨內控 國民黨裡面 還有一些頭腦清楚的人 認為通通聽附軍級的 國家會完蛋 讓中共把手伸進台灣的國會 台灣會完蛋 如果藍白陣營還有一些想清楚的人 發揮內控 不要讓台灣人民最後用外控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事情 是 憂心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中國國民黨跟民眾黨 這個傅崑奇號這台火車 看起來沒有停止 反而變本加厲 好 傅崑奇所率領這一次 國民黨有16個立法委員 而這個行程裡頭 他還在中國一方面進行砍話 因為地震的所謂的災害重建基金 的確從他的口中 從150億元已經喊到了300億元 即使他的所言所行 每一句摊在陽光下進行檢驗 你不難看出 這個對國家的長久 甚至國安來講是好的嗎 從組合屋 從這個文旦佑 從福建到馬祖 就是包括他跟王滬林之間的閉門會議 來你身為曾經在立法院 也算是一個資深立法院 你看到國民黨在這個傅崑奇的率領之下 帶了16名立委 這到底是一堂什麼樣的中國之行呢 我認為其實傅崑奇 這個長年在國民黨這個 這個叫做藍局陣營 從清明黨 國民黨去清明黨 清明黨回國民黨 到這一次同舟計畫回來 可以說是出錢出人又出力 他就圖一個可以離開花蓮的機會 提一個圖一個可以進軍中央 揮軍北上的機會 甚至是圖一個可以去到北京 成為中國代理人的機會 所以傅崑奇是不是一個 我認為他是一個大內高手 他的政治盤算跟語言都非常的精準 然後該心狠手辣的時候也很 然後該溫柔體貼的時候也貼 可是他只換到福建省去馬祖 可以說是雷聲大雨點小嘛 你看他這一次去的時候說兩岸春暖花開 民進黨辦不到的國民黨來辦 那個他們去十六七個委員 去到桃園國際機場受訪出去 他的意氣風發 他的這個這個信心滿滿 你看他在整個發言的過程裡面 講完他的稿子之後轉頭直接離開 結果去到就是很棒 去到中國之後 王滬寧把他叫成傅崎坤 我如果尊重你的話 不會叫你王雨定吧 一定是叫王定宇吧 我就幫你控宜了 那你敢不敢回去叫他 不好意思王林滬先生 你看 傅崑奇我鼎鼎大名 我在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一個大人物 名字被叫錯耶 所以就兩岸的政治談判上來講 我必須要說 不管是國民黨的職責 甚至少部分的可能偏綠的或白的職責 他們都覺得阿算了 反正國民黨就那樣子啦 他如果去中國討得到東西 不然多少討一點回來啊 你討一點現在這個情況回來喔 坦白講是老闆 而且是非常的老闆 欸你帶十七個立委 你現在看不起的不是傅崑奇 這個也是看不起我們十七個立委 我如果是國民黨眷村老伯伯的話 我會覺得哇 你們共產黨根本一點誠意都沒有啊 我們十六七個在花蓮正在的時候 扛著輿論去中國跟你拿東西 結果你給我這什麼垃圾的東西 你給我這什麼垃圾的協議 哇他們一定很生氣啊 所以這一趟不管是藍營綠營 我坦白講我認為對傅崑奇都是扣分 但是呢去了總之要有點收穫 北京中央啊跟傅崑奇如何推演沙盤推演 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未來在這個台灣 第一個就是地方繞過中央嘛 我各個地方自己跟中國賣農產品啊 自己跟中國談觀光協議啊 自己跟他們談那個誰能來誰不能來啊 我只要中央開放 然後他們來了之後我們就全部包裝到我們這個 你們你們那邊的旅行社配合 人來了直接到我的縣市嘛 這個叫地方繞過中央 15個縣市直接跟中國談 我就走我15個縣市 完全不甩中央任何政策 可以這樣子喔 可以這樣子喔 可以嗎 可以的啦 所以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看到國民黨在立法院現在提了法 你會覺得法律對他們來講 好等一下你幫我做補充 你說沙盤推演未來可能演變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地方繞過中央啦 違法我當然我也知道違法 但是國民黨有在遵守法律 今天國會就不會亂了啦 所以他們就是故意的 第二個叫做用民主破壞民主 就是利用資訊落差 老百姓沒有辦法每天的研究法案 沒有辦法每天研究法律政治嘛 所以他們就只能看新聞標題 來理解今天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傅昆琦爭取300億 然後民進黨這個否決 哇你一聽你很生氣啊 可是他提案在幹嘛不倫不類啊 那久了之後你就會發現說啊 我討厭政治我不信任政府 我討厭民主 那這種的這個基層老百姓一多 這個賭爛票就會多 所以大家就會對民主跟政府失望 這個就叫做用民主破壞民主 最後用社會路線來包裝統獨獲心 我講都是講啊你看啊你交通取地不停車 沒有啦你新人路線沒照顧啦你環境沒有照顧好不好 屁裡啪啦講一大堆社會路線的議題喔 跳投下去 你看這些人去做什麼 你投給傅昆琦就傅昆琦就跑去了 你們自己去看看這一次八個委員會跟這個 北部的很多立委啊 他們其實都是贏一點點的耶 他們有這個總敢去耶 他不會想說避嫌說啊 我當初選上是因為我年輕 是因為大家討厭民進黨 是因為可能民眾黨 沒有沒有明顯支持民進黨 他有很多種原因嘛 結果你拿了那些原因之後 你去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出訪中國 你那個名單一字排開 除了盧仙一之前還有出過新聞 其他人根本都是幾乎是第一次的新聞啊 那就表示什麼 你以為在反社會路線在反執政 你投下去的票結果被他們包裝起來 拿去幹統獨的事情 其實就是幹這個紅統的事情啊 所以我要講一個自己的觀察 其實選舉民主社會 大家常常換黨執政 所在都有 可是選舉要求的是什麼 選舉就是求一個爽制 可是當家當久了 大家就會不爽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問題 而中國事實上就是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不管是總統下來 或者是立法院變多數 或者是地方選舉 他們一直就是在等一個民進黨 全面崩盤的機會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非常火大的是 啊我們明明就做得很好 啊這個法家的什麼數字也變多 股票也變多 啊台幣也變多 啊什麼都變多的情況下 啊我投要投出人家 那當然不爽 等到 因為他們自認為是跟著這個社會邏輯 是基因桌在走的 結果等到國民黨上來之後 他就這個也破壞 那個也破壞 啊然後看起來 決策顯得非常幼稚 立法品質沒有水準 跟中國跳舞這個唱賀 變成這個叫持家的人很辛苦 好不容易把家維持到這個樣子 然後結果就有 後來他上來就說 啊這個屋頂我要賣啊 家具我要賣 裝潢我要賣 所以當然會很生氣 這是現在台灣社會對撞的最主要原因 兩邊都不爽 但是兩邊目前都沒有解決辦法 好 虎斑貓包括了 拱勳還有群盛喔 呃 啟齊 PC 涼涼包 英茂 我相信現在時間12點36分呢 已經在將近2000人在線上了 有人說 我看到群盛說 要罷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進行了 甚至我看到啟齊非常的生氣 沒有羞恥心的垃圾賣國賊喔 呃 涼涼包說 背叛台灣的台奸 炸雞排說 300億不會過啦 如果送到行政院呢 至愛難行 立委解散內閣 總統解散國會喔 OK 天選人認為他非常呼應 虎包 虎斑貓所講的 虎斑貓提出的是什麼呢 虎斑貓說 反正中共 呃 國民黨就吃定了支持者的心態 賣掉台灣要死大家一起死 台灣人一定先死 我大陸外省人不會死喔 來那個 李廣勳說 去撿破爛的 我想請教是定義 從這個態勢裡頭 我們如果談一個所謂的 基本對等原則 因為觀眾朋友 國民黨立願黨團 因為 在總召附坑齊 率領的訪問中國團 他在27號 在27號會見的 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王滬寧 當場把他名字還念錯 那當然 包括中國的文旅部 他昨天宣布說 我們就恢復囉 不見到馬祖去旅遊啦 包括中國的海關總署也說 這個符合 符合檢疫要求的台灣文旦 這些農漁產品 可以輸中了 陸委會說 其實喔 你不要喔 你不要怎麼樣 你剛才說了 本土改土都是 所以你先卡關嘛 你先卡關之後才用失匯 你鎖住這些水果 然後現在拿一兩個要放出來 我們現在水果消其他國家賣得很好啦 是 我倒覺得我建議 然後旅客來源只限於 僅限於在福建當地的居民 這不符合對等開放原則嘛 我到建議都委會可以聰明一點 就是我們就開放馬祖人民到福建觀光 對 這樣蠻符合對等的 你開放福建的來馬祖觀光 我們就開放馬祖居民 組團去中國觀光 你知道只是馬祖 甚至不是金門馬祖耶 陳玉珍臉子王來一擺 沒有金門耶 真的 他金門因為上次發生那個水域事件 你看中國對台灣蜘蛛必叫 不過我要講一下就是現在 福昆齊在做的事情 我剛才看到有些人留言 倒閣啊解散國會 解散國會要二分之一 當民進黨沒有二分之一 哪怕行政院長的不信任票投票通過 那你三分之一提案嘛 二分之一表決過的話 那就七十二小時內可以解散國會 我不認為民眾黨跟國民黨 這時候會這樣做 否則我倒真的希望有機會 不要說罷免誰了啦 我們這一屆的立委 全部重新讓人民再檢驗一次 國民黨自己扪心自問 你們現在在立法院的表現 你敢不敢讓你的選民再投一次 你老法就過半 我修理啦 不可能啦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就那幾個在衝 其他人安靜沒有路線 只好跟著福昆齊路線 以他們的國會擴權 國會擴權 國會擴權照理說 我現在現年的立委 我擴權大到山上那邊 應該很高興 可是你看到那個國會擴權 你會擔心這個國家失去競爭力 你看到那個國會擴權 又看到中國敢直接 下令給馬英九們 富昆齊們 回去反正落法給我修掉 國安無法交流障礙拿掉 他們敢這樣做的話 台灣人民可以吞得下去嗎 像他國會擴權到什麼程度 這些官員來講到我不高興 關三年 反質詢關三年 罰你錢 然後民眾個人 私人團體叫你來 你這些企業 我叫你交出你的合約秘方 你的資料不交出來 可以關五年耶 國民黨敢提這種案耶 這種荒謬的案 就是立法委員 找你來 不用法院喔 立法院去掉一個立間法院耶 還可以組特徵組 兼檢察官耶 他敢提 沒有提 沒有提 沒有衛星的法案 他敢提 他就敢 他賭你台灣人不會生氣 那你要怎麼辦 在那邊 他還提一個什麼案子 喔那個 官員今天來備詢喔 我們大家可以當場表決 覺得他表現不好 就辭職了 你說政府還要不要存在啊 一個部長來備詢 那我覺得廖小軍今天說了 我沒什麼開心 表決啦 廖小軍部長下台換人 這政府 你覺得台灣這樣還會有競爭力嗎 連歐盟 歐洲商會都提出警告 國民黨民眾黨提出來的 國會擴權 會列入他們投資風險評估 誰敢去一個國家投資 喔你要調我歐洲商會下面的 那個賓士汽車什麼汽車 來來我要你來 你不來罰你 這邊投資障礙啊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國民黨這種擴權 只是政治層面 它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層次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擴權之後 又由傅昆奇們 馬英九們 直接到北京 把那個脖子上的繩索 交到中共的手上 直接告訴你 反滲透法要先修掉 台灣的反滲透法 我都已經不太滿意了 覺得太鬆了 他還要把它修掉 是 我們的反滲透法的真正名稱 應該叫做 防止敵對勢力 介入民主活動法 防止敵對勢力 介入民主活動法 所有的反滲透法 只有簡單一個條文就是 你不能收中共的錢 不能收中共的命令 來介入台灣的選舉罷免公投 就是這樣子 就是選舉罷免公投 這個民主活動 不能讓中共下指令 或者是花他的錢 國民黨要把它修掉 修掉之後 因為他們現在看到 里長組團 地方公廟的主委組團 當時我們在大選的時候 中國是一個省分隊 一個縣市 去中國玩 有的要交一萬塊旅費 有的連錢都不用交 然後去玩五天四夜 然後台辦就會告訴你 回去麻煩投一下這一位 這位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是會選 在境外會選 招待旅遊 要求你投誰 還抓到好幾個是回去拿錢 然後到台灣搞選舉的 這樣子的反滲透法 國民黨要把它修掉 說太嚴 那乾脆以後 候選人叫習近平勾一勾 丟進來就好了嘛 所以他敢 現在 整個事情的命題就在於 中國國民黨被傅昆奇 一個人抓著玩 民眾黨被黃國昌一個人抓著玩 那他敢 他敢這樣子挑戰 每一個人民的底線 黃國昌我跟他 我跟他大概算認識 也沒有吵過架 那天我聽到 我在後面看到他 很說我欠你喔 對 范雲在吼 對我心裡當中 刺了一下就是 我們做一個國會議員 在投票應該思考的是 這個法案 對國家社會的正面或負面 我欠錢沒有的 這條我一定要給過 我沒有欠你 這條就不要給過 有這麼撈嗎 我在投一個法案 范雲那個案是 把性騷擾列入立法委員的行為法裡面 合理吧 你要投 就是認為這個合理 你不投 或者反對 是因為這個法不夠完備 可以講得出理由 本來有個理由叫做 我欠理由 有時候欠就要過 沒有時候欠就要過 那我到時候請教 你欠付婚期多少 看他按 你可以舉四十多次的手 所以 現在整個國會 都在挑戰一件事情 我敢不要臉 台灣人民 你敢生氣嗎 其實在挑戰這個底線 否則那些法案 你拿去問一些國民黨 資深的立委 像賴士堡啊什麼的話 你仔細去看 有些案子 他們都不敢 不想連署 他名字不敢浮在上面 那樣的案子其實是很丟臉的 但是如果有不同意 我們所看到的國民黨 眾多的立法委員裡頭 被綁著啊 沒有聲音嗎 被綁架嗎 表決他們都一致性投票 他們都一致性投票 那也許今年沒有選舉 他不在意 那我們現在 國家設計的制度是 立法委員三分之一提案 二分之一通過 才能所謂的 倒閣或解散國會 是 我還是請所有的國人 不管你支持藍的 綠的白的 扪心自問 這個時候 把國會解散 重新改選 我知道很難 你認為 藍營這些人 他們能夠得到多大的支持 如果一樣得到過半的支持 那也許是 我跟陳柏惟是神經病 我們兩錯了 我們認知的世界是平行時空 是 否則我每天在立法院 真的快樂不起來 我每天看到這樣 所以真的有可能會走到 解散國會 不會啦 重新改選這一步 國民黨如果認為他做的 沒有 國民黨如果認為他做的是對的 趕快解散嘛 國民黨夫婚旗如果覺得他們做的是對的 是 民眾黨做的是對的 趕快解散啊 讓王定宇重選啊 把民進黨殲滅嘛 讓我們縮小到只剩20期嘛 趕快嘛 他不敢 他不敢 他不敢就是知道 他從心底知道這樣做 台灣人民會生氣 沒辦法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但他卻還是執意這樣做 為什麼 來那個 柏惟你自己 你自己在基層跟民眾互動 民眾看得清楚這個局勢嗎 民眾看得清楚嗎 分兩個層面吧 國民黨的當然就不講了 我常在講 國民黨的其實都比其他的台灣人團結 對他們來講 如果他們被殲滅了 對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是他們的歷史跟國家都沒有了 所以他們過去我們說 國民黨的支持者投票是含血含淚 都會去投的 那結果是誤換心意喔 我覺得基層這一次的投票 反映一件事情就是 太陽花十周年紅利已經用完 這個紅利不單止 綠營政黨也包含這個黃國昌 就是十年後 大家不要再提太陽花了 已經過去了 但是呢 這十年又代表另外一個意思 一個人我們說 大概開始跟社會化 或是上學校 大概是八歲 就是開始對這些群體活動有印象 十年後代表什麼意思 他們可以投票了 而這些十八歲的朋友們呢 他們開始認識社會 了解這個政治 然後即將要舉行投票的時候 他們整個成長的過程怎麼樣 都是民進黨執政 所以他們會覺得他這一輩子的 所有不爽的事情 都是民進黨帶來的 這是年輕人選票 討厭執政黨的最主要來源 我從有記憶開始 有政府開始 都是民進黨蔡英文在執政 所以我想換人做做看 這一票是 這個柯文哲選票的最主要來源 於是呢 黃國昌利用了這個 利用了這個 我覺得用得很精準 那但是其實也很 我認為是 蠻下感的啦 就是說 黃國昌現在做的事情 黃國昌為什麼喜歡柯建民 因為黃國昌每天拜讀柯建民的大作 黃國昌喜歡柯建民 黃國昌對柯建民的那種態度 就是喜歡他 但是對方不願意跟他在一起 所以成為恐怖情人 每天找到柯建民就咆哮 啊誰跟柯建民 黃國昌為什麼會去罵范雲 因為范雲跟柯建民比較好 所以他就 就把氣出在他身上 黃國昌為什麼會愛上柯建民 因為他每天都在看民進黨的法案 他的立法質詢 立法品質非常低落 剛剛他 剛剛定義委員在講反滲透法 其實我一開始討論的時候 包含我們包在一起 從前面的國安武法 到當時我的錢東家提出的 中國代理人法 其實是民進黨跟基進黨 兩個人在討論 那黃國昌不甘其默 就跑出來弄一個 中國代理人法 就變成有三個病案 那因為我那個時候還沒選上 所以是 那時候是我推這個案 對 立法院就變成是 這個民進黨跟 時代力量版本在進組 莫名其妙黃國昌的案子是 人找來可以直接登記 可以直接問話 他是國安局直俠 然後 定義版本是 陸委會加 法務部 法務部調查局 就是一個比較正常邏輯的 就是我們先搜證調查 不是耶 他那個弄下去 所有台商都直接變成中共代理人耶 哇 立法品質非常低落 但是為了搶快搶新聞 他就是在幹這件事 那他發現之前的這個草案 太天才了 太天馬行空了 他還立過一個法 叫做 修法 要求執政黨解散統促黨 如果不解散 民進黨就是中共同路人 哇 台灣的政黨 台灣民主社會 台灣的政黨有一個人可以 立法 然後殲滅另外一個政黨 那你民進黨不會做 我跟你說 你命責的修法 殲滅國民黨 這個都是很不符合民主邏輯的事情 這就是黃國昌的水準 黃國昌想像的就是 他自己是一個 你知道神明 然後因為我是立法人 我修了大家都要聽我的 然後如果哪裡有聲量就哪裡去 他只幹這件事情 318那個晚上我非常 我覺得他非常不要臉的原因是因為 318當時在樓下十週年辦紀念會 黃國昌躲在他的辦公室 開著窗戶往下看 他那一天晚上 他大可以什麼事都不要做 算了你們就忘了我吧 他那天晚上還故意開直播 罵民進黨 他說是民進黨背棄太陽花 連這種流量他都要趁 黃國昌是一個 我跟你講我以前一直以為 嚴寬恨的子彈打不過臉皮 現在是黃國昌打不過 所以黃國昌接下來四年他只會幹一件事情 每天讀民進黨的法案說你為什麼沒做到 你不是說他減肥為什麼沒有減 然後 他就拿著民進黨 我跟你講所有的他現在的每一場質詢 我都有看他全部的質詢都在幹這件事情 民進黨如何反制 你們去查他以前的法案 去看他以前的法案 要求他做到以前的承諾 比如說黃國昌參加過習樂黨 站在台獨的場子上面 那問他對國民黨的看法 問他對傅崑崎的看法 黃國昌就是一個超級雙重標準的人 民進黨現在只是懶得理他 民進黨現在開始理他的時候 現在都是我們這些 這些民嘴還有這些支持群眾 是看民眾黨做為看不過去 民進黨真的對付他立法院 真的開始打架 你叫民眾黨那個法案拿出來看看 有水準的沒幾個 來這個就是黃國昌 可是有聲量喔 你不要說他沒有支持者喔 來往地理 聲量很好 但聲量不是代表是非正義 那個陳柏惟現在 我也不減肥 他脫光光去樓下跑三圈 也會一大巡人在那邊看啊 不好看也會有人看啊對不對 有人一昧的追求聲量 卻忘了 作為立法者 你立的法是要讓人民遵守的耶 你立的法是讓國家運作的耶 而不是為了追逐聲量 所以你看早年 那時候黃國昌還在時代力量之後 其實印象最深的反而是 罷免法 罷免法他要求簡單多數 我兩票你一票就罷免成功了 當時的柯建民說要有 一個立法委員十萬票左右當選 要罷免他最起碼要選區的 25%吧 四分之一出來投票 再來多數決嘛 那個25%的門檻 當時是被黃國昌認為 你是反民主反動 結果這個法還好照 柯建民修過了 如果照他修過了 他上次在戲子被罷免 就罷成功了啊 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是說 當你只追求聲量 不追求立法的科學 跟他的穩定性的時候 有時候報應在自己身上是很快的 但我倒 黃國昌要去追逐什麼政黨 是他人生的自由 我們台灣是民主社會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 傅崑崎丟出來這些法案 年金改革又要走回頭路 那會讓 民國85年以後的公務員 現在也幾歲了 民國85年的公務員到現在也30 30年過了耶 38歲 因為我民國 不對我是1985年 不是38歲 他們不可能零歲 1996年 民國85年的年改那一次 其實現在的公務員 軍公教本來就沒有18% 是85年以前的才有 你現在把它恢復之後 會讓國庫提早破產 害到現在還在上班的公務員 不管是軍 公 教 警銷 你明看到他傅崑崎在亂搞 你的票哪怕你不喜歡民進黨 或者你喜歡民進黨 不是為了民進黨而投 你這票應該是為了台灣的下一步而投 所以民眾黨 我還是抱持期待 民眾黨在八席 至少有六七席 在那個 在那個最關鍵的moment 你要投出來 讓台灣不要往回走沉淪的路 然後 國安無法 你知道國安無法跟反省無法 幾乎都是我催生的 提案者幾乎都是我 包含刑法把外患罪納入共諜 那個是85年以來 有刑法以來沒有人修改過 如果你看到國民黨 要把這些保護國家的法律 把它牆拆掉 國家面對這個危險的時候 有沒有人願意讓民進黨 我們51席會拼命守住 但當守不住的時候 有沒有過半的票可以進來 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那如果不行 我們就要面對上一次大選 留下來的苦果 那現在在立法院 等於是政治舞台的中心 那520快要到了 520過後 賴清德的內閣就就定位 那會是個新的局面 你們兩位怎麼樣看 在新的局面之後 可是面對三黨不過半 跟國民黨跟民眾黨 這種聯手的態勢裡頭 很多的政務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嗎 就我昨天晚上一個參會裡頭 我問了一位 嗯應該是蔡英文8年執政裡頭 其實也算是核心的一位人士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在行政院喔 就一個國家運作來講 我們不需要經過立法院 我的政務有多少幾成 其實我行政部門 我就可以運轉了 這個比例有多少 我為什麼問這個數字呢 因為我要知道說 當你在國會你給你卡關 案子不審 預算不給你過 到底我有多少 是不用經過立法院的 小君你剛剛講的這個是 最好狀況喔 是 最好狀況 預算不審 法案不給你過 他還是能夠按照去年度的預算 去運作 對 你剛才講的叫做停滯不前 我會認為是現在傅昆琴們 做亂的最好結果 是 他不是喔 他給你提案 花東要三百億 然後呢 雙北要一千億 我很多的案子 我不送啊 我如果行政部門 我可以運轉 甚至很多法案 你不送 他在立法院 你也擺爛嘛 你也不休嘛 那我也不要送 就是說如果這個政務的比例 有高達七成 七成 那這三成 在立法院 我送過 因為我七成 我行政部門 自己就可以運算 可以去運作了 對國家影響不那麼大 這七成能夠撐得住整個國家 你看到 因為他們這樣的擺爛的結果 在國會 會呈現什麼樣一個亂象 對國家的影響有多大 如果有七成是在行政部門 可以運轉呢 我這一定要講清楚 行政部門的運作 縱使你預算法案卡關 是 他還是能夠做例行性的運作 那不叫政務 對 公務員還是要上班 該發的中期收入 還是會發 那個叫例行性的運作 我們講的政務屬於比方說 好 賴清德要推動 健康台灣 這個癌症治療的中心 或者老人臥床 從八年縮短到一年 類似這種東西 那種新藥癌症的百億元資金等等 這種政務都牽涉到 預算跟法案 你過不了就做不了 你只能做例行性的運作 性有的法律的運作 所以如果現在國民黨 跟民黨配合起來 就是卡住你 不通過你的預算 不通過你的法案 OK 國家還能夠運轉 但是沒有新的政務 我剛才講特別的危機是 它會主動去提一些案子 去破壞你的運轉 它提一些案子 讓你花大錢 編兩兆 給我弄個花東高鐵 弄三百億 那個地震的時候 我們要重建 或者我現在要求你全面 提案通過 要你全面開放中國觀光客進來 我把中國配偶 取得身份證的時間縮短 我把海外可以投票給你通過 它不只讓你停滯不前 它現在用一堆法案 把台灣的脖子鎖進中國裡面 那個叫整個往倒退走的逆流 我剛講很簡單 它如果通過加速中國籍人士 取得台灣的身份證 投票權 台灣會被香港化 香港就是因為大量的中國移民 移到香港去稀釋它嘛 第二個 它要求這個海外通訊投票 包含中國 它在立法院提案給你通過 叫你執行 不執行 你這個選委會不會讓你運作 那我們都知道 你如果在中國 讓那邊一百萬台商投票 不用說國台辦會監督你 國台辦就把信封收回來 幫你蓋好寄回來就好了 它如果通過這樣的案 我們的國家會陷入極大的困境 而這樣的困境 自由民主的盟友 日本 美國 各國 還放不放心 跟台灣建立這麼強的聯盟 來 崩瑋你覺得 怎麼應用這個態勢 如果國民黨民眾黨的路線 如此清楚 立法委員在民進黨方面 擺在眼前的事實 其實就是嘲笑也大 你沒有辦法 就是五十一席 來 你覺得賴清德 怎麼應用這個態勢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等一等 我先講危機 讓自己的知識者不爽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你對立法委員來講 他有選區 有選民 每天接觸 可以溝通 可以商量 這是一回事 但是行政部門 新的還沒上任 舊的還沒畢業 新的還沒上課 所以這段空窗期 其實是有很多事情應該要做準備 總之我認為 你讓你的知識者不爽的話 對未來的選舉絕對不會是好事情 對台灣的政治也不會是好事情 所以 當然 我能理解 如果有人選上總統 當然是想要做一個全民總統 但問題是 我坦白講 這個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個解放 就是說 如何在一個民主國家 然後永遠有一個政黨 一直當總統 除了我不知道 日本嘛 內閣制 內閣制 所以 民進黨 我認為啦 我不知道他們未來會因應的方法 可是我必須要講 藍白已經出招 然後 如果是我的想法的話 我會想要把他們各個擊破 因為黃國昌 做的破是立的爛法案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回 那國民黨的這一些 國民黨是另外一個生態 因為國民黨他們 你不管講什麼 他的知識者就是全部都吞下去 我說你違法就違法 我說你 我可以穿名牌包 你不能穿名牌包 那國民黨的知識者 雙標非常明顯 可是民眾黨的 我覺得是 還是 有良心 有智慧一點 不多 但還有一點 那其實民眾黨 跟國民黨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子 我們中南部有一次 我跟一個 我跟一個國民黨聊天 然後稍微就是 江湖氣比較重 我就跟他說 欸 你為什麼要加國民黨 你也講台語啊 他說 我如果醫生在修外 我會去國民黨 我如果我有特製 我會去國民黨 我就是有案 我才會去國民黨 所以你看那種 中南部國民黨 都有那種 呃 書 這個這個小平頭 然後江湖衛 講這個不是要消遣他們 講那個是他們那個年代 要參政 我就已經有案底了 啊我不加國民黨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從政 那為什麼講這樣 啊我說的 有人會聽 你都不上節目 我說啊我講話會聽 我不是醫生在修 我講話會聽 對啊 所以國民黨那個時候 跟民進黨做工訪的時候 發現說這些人講話 沒有人要聽 比如說許曉星罵王定宇 王定宇罵許曉星 對他們來講就是 啊那個就綠的 那個就懶的 所以民眾沒有感受 可是你看喔 哇這個 這個前輩預言 他已經離開了 這個前輩就講 我如果醫生在修外國民黨 所以不在國民黨的醫生在修 跑去哪裡跑去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的醫生在修 剛好就是柯文哲跟黃國昌嘛 他們兩個來罵民進黨 才有殺傷力啊 我有突出呢 我樣板耶 可是他們沉浸在那種聲量的過程裡面喔 他其實是在製造武器給國民黨打 我還記得我被罷免案 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一個叫美豬跟疫苗 嗯 當時是怎麼打 就是傅昆琦提案 說要買什麼四千萬支疫苗 然後我們投佛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的助理就拍照 然後把他做圖 這些人都支持美豬 這一招誰先用的 就是時代力量黃國昌 就是黃國昌教國民黨如何對抗民進黨 去脈絡化 去脈絡化 拍那個照片 然後說你有投票 然後他怕人家 也對他用這一招 所以他都不投票 做一個立法委員不會投票 不會立法 質詢不專業 那這樣子要跟人家當什麼立法委員 所以民眾黨最大的功勞就是 製造武器給國民黨打 然後國民黨從太陽花以來十年內 最豐碩的成果 就是製造柯文哲跟黃國昌 這兩個樣板人物 他們是互利互惠的存在 所以我在講 為什麼叫做用社會路線包裝統獨 這些人講的 好像都是要改變執政的現況 改變社會的不滿 可是實際上他們選上了 都在幹中國喜歡的事情嘛 如果不是黃國昌 你要出來解釋啊 黃國昌最雙標的事情 就是國會特徵組 賴清德上任之後 他們要面對的第一個就是 藐視國會罪 就是你上來 到底 他講的是罰個人 罰機構 是什麼樣的 我猜立法院一定會有一波對抗啦 但是 如果那個東西 以多數強行 強過 強度關山了 那賴清德內閣上來之後 第一個面對的 藐視國會罪 這就是黃國昌最大的雙標 黃國昌講過反對特徵組的 然後傅崑奇講過 國民黨版本叫做國會特徵組 黃國昌在當法律學者專家 不知道在中什麼院的那個地方 當院士的時候 他說 國會特徵組就是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所以他這輩子絕對反 這個特徵組 然後現在 國民黨提了一個叫做 國會特徵組的法案 民眾黨配合通過 所以黃國昌的意思就是 我反對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除非是我 就我如果是那個少數人 那就可以 所以後來你有沒有發現 傅崑奇都不去講國會特徵組這五個字了 我跟你講一定是黃國昌去拜託的 黃國昌說 欸我以前換過特徵組 你以後不要用這五年 要不然老開 我會向現場 我跟你講我很了解他啦 這個人就是絕對雙標 我跟他在高雄大學的時候 共度時光 他在那邊 哇 美麗燦爛的故事 我都非常了解 每次他那邊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 我都約他回學校辯論 如果忘記錄可以找到前女友帶入 對不對 我都一直在邀黃國昌我們去高雄大學辯論 來看看到底是你講的有道理還是我講的有道理 他講的 他做的事情就是絕對雙標自我主義 我們一般來講有社會福利主義有資本主義 你從這裡要有個路線的啊 我們是台獨主義我被你罵我不關心其他事 雖然不是真的給你罵就罵了啦 黃國昌是標準的立即主義 他沒有任何路線的 在修同婚法的時候他就支持同婚 反過來的時候他就說我會反對 那個跟柯文哲是一樣的路線的 黃國昌就是一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 他可以反國會反特徵組支持國會特徵組 然後反這個權力集中的手術人支持權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然後打民進黨就是拿民進黨版本罵民進黨 他沒有任何自己路線的 所以黃國昌對面對中國國民黨的態度也是一樣 只要你摸摸我的頭啊然後給我一點甜頭 就像哈巴狗一樣跟你去什麼康園吃飯 然後放行你去中國 傅昆只要去中國那天他故意罵犯人把新聞蓋掉 這種人 在這裡發威網嗎 黃國昌你有種就下去選區選 不要躲在不分區 我跟你講你的仕途已經算是 我們這種年輕第三勢力 這個素人從政算最順遂的那一個了 不要做這麼下趕的事情 是他不是也可能參選新北市長嗎 甚至也要挑戰首都嗎 我來利用只有一點時間 你剛剛講雙重標準有一位人物啊 最近一直引起大家討論 在線上的所有觀眾每次討論他 我不知道是仇恨值非常高 這流量都爆高 問題是這樣的立法委員 他當時參選的初衷是什麼 黃國昌你從政的初衷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誰呢 徐巧新 為什麼 為什麼徐巧新捲入這個洗錢案 包括他的穿著 包括他的打扮 他的行頭等等 有這麼多的仇恨值 那你說是仇恨值跟關度值 他的流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反映出什麼樣的事實 我長期觀察這一號人物是 你從市議員開始 這過程裡頭 包括在參選 他造謠屢屢成功欸 然後他提供了不實的消息 也可以讓他屢屢可以上位 趁著的聲量 在他的心中的參選 我只要有聲量 就有選票嗎 我只要能夠當選 我就不擇手段嗎 來王定宇怎麼看 第一個還是選民 選民投票支持一個人 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 是 我們都期望我們國家的國民 不管支持什麼顏色的政黨 都能夠夠進步夠客觀 但這個是很難的 你光看徐巧新的部分 他有沒有服務處 他跟羅志強有沒有服務處 聽說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徐巧新剛成立一個 剛剛有一個 就是說 他不是因為服務很好 公共政策很卓越 表現得到楷模 不是 他的政治成就 就是建立在仇恨值上面 流量上面 這是他當選的原因 所以當他引起更大的仇恨值 引起更大的聲量 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可能會受不了 就啊這樣子不行 可是對他來講 搞不好是機會啊 所以我不講他對民進黨 你看他對費洪泰 費洪泰已經躲 他躲到另外一個菜市場了 他還可以問他在哪個菜市場 趕過去那邊 硬要跟老費同框 然後呢碰一下就跌倒 跌倒還在那邊笑 然後說不要怎麼推我打我 連記者都看得出來 那一段是演的 可是仇恨值拉高啊 他把費洪泰拉掉了 那台灣有一些選民是建立在 因為我很討厭某一黨 所以你只要能夠罵他 我就支持你 我不講藍白 對 就是有這樣的選民 那也許像徐曉欣這類的候選人 他的選民幾乎都是這樣子 當幾乎都是這樣子 現在看到他說法一遍再遍三遍四遍五遍 看到他的所得跟他的支出顯不相當 看到他的自己的金流 跟自己的大牛狗 跟他的先生的姐姐那邊的詐騙集團 四有若無的 這些事情在一般的政治人物上 可能都造成很大的殺傷力 可對他來講 他還可以向蜜蜂到處咬人 我只能說 這是選民決定的 如果一般的選民 面對一般的政治人物 這政治人物不僅道歉搞不好 都已經政治生命結束了 所以但是徐曉欣用這種方式 到底能走多遠走多久 對 我認為台灣的選民 不管是東部南部 台南高雄台北 選民的數值是差不多的 只是攝取資訊的管道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次 徐曉欣的 我上次看到最後一個統計 他的負面聲量 是正面聲量的七八倍 所以顯示 人命還是有感覺 只是不曉得 久了之後會不會淡忘而已 那對徐曉欣來講 也是一個機會去審視自己 你成為一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如果還是靠流量 靠聲量還是靠仇恨值的話 到底能夠幫自己國家 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他到目前為止 跟公共事務有關的 不管是超過二十萬的財產 有沒有申報 不管是為什麼 我不管是一間房子貸三次 還是密集的幾次 為什麼一千萬的房子 可以貸到一千兩百萬 或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個沒辦法弄清楚 再來那一百萬 到底是什麼情形 跟詐騙集團那一邊 到底是怎麼樣的流動 沒有看到這部分說明清楚 他卻拼命的還在攻擊別人 可是你會發現台灣的媒體有進步 這一次他想顧左右而言 他攻擊別人 都打不遠 馬上子彈又回到他自己身上 他還繞不出這個情境 甚至於他的消息也 蓋住了不管是黃國昌的咆哮 還是傅昆齊的去中國抱大腿 還是蓋住他們 甚至於連那個黃紫嬌的 連黃紫嬌那麼誇張的犯罪行為 那個聲量還是低於許小新 所以我認為民主社會 也許我們對很多事情都失望 但是民主社會有他自然的療癒力量 許小新在聲量這件事情成功 他的失敗也許也會因為聲量 來 叫他很多人叫他習九百 九百星 然後在線上還有人說 他是什麼 松山輕易之光 哈哈哈哈 大師是這樣說 來這號人物你跟他接觸 你自己的觀察 因為柏偉 你也是在網路當中擁有高聲量的 問題是這樣的高聲量的立法委員 出現在國會 而且常常引領風騷 好像帶領的國民黨動不動往前衝 問題是這樣的問政品質跟問政內容 他上位囉 來 講一些內心話 就是許小新這樣子 不斷的在消耗自己 其實是不理智的做法 對國民黨的老鳥來看 他就是可以犧牲的免洗快 喔 他在前面打一打轉 國民黨的老鳥認為 他是可以犧牲的免洗快 因為他的作為 這跟政黨沒有關係 這跟團體沒有關係 人家他有實力耶 就是老鳥拼得過他的實力嗎 國民黨老鳥 他有什麼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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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利用他的血統跟政黨 在擒勒他的資責而已 他那有什麼實力 你問國民黨衝三心意的資責 會不會因為許小新這樣子 每天咆哮 每天開議題 然後跟詐騙集團有關 跟家人有關 跟超代官說有關 把這些話都跟松山心意綁在一起 你看這些選民 開不開心 當然不開心啊 所以 你 我自己也曾經 做過這樣子的角色嘛 每天 跟像魚竿一樣曝曬在太陽底下 然後享受著那種短暫的目光 可是你走了你什麼都不是啊 許小新現在的情況就是 大家都在跟他講加油啦 幹嘛的 我跟你講那些都是在害你的 真的是許小新的朋友要勸他 休息一下冷靜一點 不要這麼頻繁的曝曬在戰場環境下 那而且這樣子做不只對他好 對台灣也好 你是一個立法委 你把國家大事全部都綁在你身上的 而且你不打算 你不打算把他引導回公共議題的討論 你們家人有詐騙集團涉案 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做 發起受害者的這個關懷協會 幫受害者逃回 逃回這個被詐騙的金額 然後 嚴查詐騙集團的這個路線 你可以大可以像質詢 在質詢的那樣黃國昌一樣 把你們家那一刮全部都刮出來嘛 結果現在都是被爆料被爆料被爆料 啊只要被爆料你就跑去打民進黨 被爆料你打溫朗東 被爆料打苗柏亞 你這個哪是一個正常的立法委員該做的事情 所以對國民黨的深層大佬來講 就是啊反正這些小伙子 要出去殺就給他們殺啦 有生糧什麼都是好處啦 對大家來講 但是就是免洗快嘛 反正你掉了我再生 但是來往地裡 他會不會讓很多的年輕人從政認為 許小新可以引起聲量的同時 最後還可以高票來當選 對於年輕人來講 這會有什麼樣的效應呢 年輕人沒有那麼膚淺 許小新他們那時候戰鬥懶嘛 快變成一群人嘛 政治的目的是以修理民進黨為宗旨 類似這樣子 只要夠恨民進黨我就可以上位 是 這個時代會過去 以現在國會 我講具體科學 現在國會是沒有一個黨過半喔 坦白講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沒有人過半 如果講民意基礎的話 民進黨的區域立委的得票數 跟不分區立委的得票數 還高過國民黨 但三黨不過半 在未來 現在還在磨合期 我一直蠻期待賴清德就職以後 真正未來的國會領袖是能夠 三角形兩邊加起來大於第三邊 誰能夠去影響 逼迫 或者說服另外一邊 加入你這邊 你才能去往好的或壞的方向推動 現在傅崑奇掩然國會領袖 為什麼 他有附水組織嘛 那附水組織 黃國昌那邊 他成功了一邊加一邊 兩邊加起來第三邊 就可以碾壓民進黨 所以國民黨仇恨民進黨的人 會覺得好爽喔 你看民進黨表決輸了 他們就很高興 可是當冷靜下來發現 他們現在表決過的動機 都在傷害 都在傷害你喊很爽的這些人的時候 他會醒過來 同樣的民進黨也應該去思考 除了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現實 怎麼樣去說服 我跟你講逼迫 裂解說服 不管你用什麼動詞 讓國會能夠成為 幫助賴清德執政的地方 這個是未來國會的挑戰 那在這個演變的過程當中 用仇恨動員 用聲量來證明存在感的 這樣的政治人物 我認為這個時代會過去 而且當你靠聲量 靠仇恨來成為政治人物的 你就不要出包 你出包一次 他剛才講的一個曝曬在陽關下的魚竿 那個是很殘忍的 你根本沒辦法去解釋 那不是這樣啦 不管啦 一直領壓過去 徐曉欣 為什麼國民黨會認為 徐曉欣就讓他去弄吧 為什麼 因為松信的選民 讓他們認為 反正下來再換一個還是國民黨當選 所以這個 就算結束了 我下面還有一個國民黨當選 如果有選區讓一個政黨是這樣感受的話 這政黨當然不會改嘛 那事實上 南部的民進黨跟北部的國民黨 我現在看那個得票數 大家距離都沒那麼遠 對 雖然我們會變得比較不輕鬆 我是南部的立委 但是我認為對國家是健康的 當台南的立委不認為 你拿著民進黨籍就一定當選 當大安區的立委 不認為他拿著國民黨就能夠當選 也許那個是我們國家進步的片刻 那在那個片刻下 許曉青這種仇恨動員 聲量存在的 會很快被淘汰 在那個狀況下會很快被淘汰 所以 許曉青也許有他聰明的一點 也有讓人家坦白講 很厭惡的一面 但他如果夠聰明的話 應該聽聽看來博為給他的建議 靜下來想想看 作為一個台灣 我們的國家的國會議員 怎麼做 才能贏得過半的人民 對你的信賴跟支持 這才是重要的 在台北市松山系議 其實2024在選的時候 許淑華的票數跟他其實相差 不是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剛剛從傅崑起 一直談到許曉青 包括了傅崑起這趟中國之行 真的不要把經貿 變成一個統戰 淪為一個統戰的工具 當然呢 我們也關心到是同樣在附中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上禮拜五他的附中落幕 在過程裡頭 他也會見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時 他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且對中國在南海去破壞 周遭國家的安全行為 同時他一方面也關心 香港的民主政治受到侵蝕之後 中國對於新疆跟西藏的氣氾 人權的行徑依然沒有太多的改變 那麼重點是說他還對中國警告 在俄乌戰爭時 其實美國知之甚想的是中國所扮演角色 剛剛定義特別提到這一點 非常謝謝兩位 但是我還 wel愛大家好 我會期待在那裡 當時我覺得沒有太多的改變 在歹古時代,古時代,古時代 實事件非常好 其實是有象徵性 今天的夜間 有更多的改變 對皇陱 無像杏柱 會有藏在訪年 從歹古時代 總之外 從歹古時代 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